如果假设说现在我只有一点点的钱 我有个全新的工作机会事业 可以让我建立一个新的收入 让我开始去慢慢的建立我还没有赚到的钱 我就会想说如果现在我手上的钱都不见了 我OK吗 我会觉得说蛮OK的 因为我现在没有多少钱 不见了之后不见那一点点而已 也没有差太多 所以呢不是每一个决定都要做 你要看一下你现在牺牲值不值得